老师机嫌聊翻外篇 台湾失控的疫情 你觉得台湾确认人会破百万吗 我觉得应该是不至于 因为其他只要破个什么一万多 其实就很高 阿中部长来说会破三百万 他有这样讲吗 最近很少听看那个新闻发言 但是像南韩什么破四万 他还是解封还是怎样 那反正他们已经摆烂了 无所谓 他们有开放其他国家区上面旅游 就是那很正常很正常 反正欧美都开了 现在美国也不用戴口罩 真的 可是我觉得要破到几百万这样子 这个太可怕了吧 我猜可能台湾可能一半以上都会确诊 那我们那个保单不就是 就是理赔啊 他赔死 这样赔死耶 只要我们有保到的人 如果你说 我觉得现在应该不会再收那个保单 我觉得保单要暂停 不是下架了吗 我怎么听说 我觉得应该是下架了 他不会再上 太可怕了 疯狂确诊 这样其实 我要保证今天大概还是破千 应该是破千 可是有压在几千 我就觉得还好 那你用破一万那种就是太可怕了 不知道我们拭目以待 好害怕 希望不要啦 希望不要 那我们要怎么办 就一直买快塞 然后看自己安班全 真的要先抢 好像 抢不到 我这边跑了五六家药局就买到 你自己跑去药局要定 到时候公司员工有需要的话 我们到时候就开放 给大家快速 给人家快速 也没有强制说一周一次就觉得差不多 一周一次同鼻孔 应该有点不舒服 我觉得就看啦 如果突然我们有什么周遭什么疫情 或者是就趕快这样 对吧 演唱会啊 球赛最近很多 我都不敢去 所以真的是要乖一点 台场出口聚聚账户